教育团体 教育团体调查截至今年年底各个大专院校有多达六百多名的双薪教师也就是退休公职人员领着月退奉又到私校任教还有大约三十名的教育部高官退休后照样到私校任职导致将近千名的年轻老师受到影响 每个老师在学校只有四节课六节课每天要跑不同的学校但是只能领终点费来养家其实这是相对辛苦薪资减半专业工作量增加 大部分老师其实就失业就转职就甚至就提早退休因此老师们决定向教育部提出两大诉求退休公教人员担任私校全职工作就不能领取全额月退奉也要求制定旋转门条款 甚至教育部高阶官员退休后同样不能到私校任职或担任董监事 毕竟教职辛苦得维护所有教师的权益就连艺人也推出单曲力挺老师们 在王子教邀请下无声如挺着运渡现出录音室出体验超萌双胞胎左左右右也代表小朋友们向老师说声辛苦了 还有歌手黄韵玲同样是老师的徐薇也来现身要给全台教师满满祝福 谢谢老师 华氏新闻学姐张道友台北采访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